5月19日,在俄罗斯摩尔曼斯克,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向媒体隆重推荐了该公司建造的世界首座浮动壶电站, 罗马诺索夫院士号浮动壶发电站将于2019年,赶赴位于北极地区的俄罗斯为佩克港口,为当地居民和企业提供生活和生产用电,北极冰层的加速融化,使得北极通行成为可能,这对俄罗斯经济非常有利。 在军事上,通行以后,俄罗斯可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威胁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和盟友加拿大。 在经济上,北极地区蕴藏占世界22%上未发现的,技术上可财的油气资源,包括世界上13%的未发现石油,30%未发现的天然气,和20%未发现的液态天然气。 可以说,一旦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对俄罗斯的政治围堵,经济制裁,军事威胁都将到达折口。 所以,美国高度紧张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目前海上浮动核电站的技术尚不成熟,但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已经注意到了这项技术的重大意义和巨大价值,所以都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研发。 核动力是利用可控核反应来获取能量而得的动力,这种动力强大而持久,使得目前可公开发利用的其他动力,在其面前都爱然失色。 海洋核动力平台将为中国南沙岛交,提供能源保障及淡水保障,长期以来,由于电力供,因问题,南沙岛驻岛官兵淡水供应得不到保障,只能通过小船往岛与上送桶装水。 遇上极端海上天气,可能官兵们就得依靠雨水生活,因为缺少淡水,官兵们可能很长时间不能洗澡,目前中国已经开发出先进的淡水处理技术,只要有电力供应,南海岛交上的水电供应不成问题。 海上浮动核电站被誉为是好极强的充电宝,消除了能源输送的障碍,非常适用于孤岛、岳阳、极地等特殊地点。 一旦中国在南海部署海上核电站,将使岛屿的生活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而北京也有理由为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责任编辑。 结设是最大的内存感,我们会在表达自由文化学家里的景点, 当ora crist人可能会在表达自由文化学家里面可能会做得更大参与爱学习的未来不公开的时代表达自由文化学家里的儿图听由。 我们会在表达好养类的地方所在里面前多的空间里面前提供人火牧场合乱用一种具发展的三士兵女华�wide。